Odia Jungle 真正的中性美呀,近日,杨乐乐晒出自己自拍,还配文有点帅吧,一眼看过去,还真以为是哪位小鲜肉呢?周迅,可谓是时尚达人呀,这款超短刘海的短发,真的极显中性之美,不仅散发着郁姐的风范,这回眸一笑实在是吸睛呀,郭采杰,在小时代中贬义故里给大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,一块有层次期间短发,以及那帅气的斜刘海, 看起来不仅帅气还非常的清爽舒服呀,孙丽,简单蓬松的短发,细碎的刘海,清爽的鹿耳设计,怎么看都很有娘娘风范呀,她短发的模样得到了不少粉丝的赞许呀,高俊熙,金棕色齐耳短发,亮丽的发色配上精致的五官,真的人如其名,非常的俊俏呀,虽然很多网友都说金棕色真的很偏男性, 但在高俊熙身上,却能演绎出不一样的女人味和时尚感,鼓励那扎,在大众的印象中,她应该都是长发飘飘的模样,但看到她短发的样子,是不是感觉更加合适她呢? 金铜色的短发,与她那独特的新疆面貌,真的很时髦,让人一不开眼睛,可爱教主杨成林,蓬松的短发很时尚大气,简单的斜刘海更是凸显教主的电眼,让五官看起来更加的立体,大赞,唐一新,刘海侧分,网上扎的短发,看到她的这款发型,小编都忍不住去剪短发了, 讲真,虽然也是短发,但和阳乐乐帅气的短发感觉完全不一样,带着特别的点